感谢两伙 我叫郭麒麟 是 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 哎呦 旁边这位是我的搭档 他叫闫鹤翔 是我 谢谢 哎呦你看 这都是你花钱雇了的 我没那么多钱 啊 闫鹤翔 为什么安排我们哥俩在一块合作呢 您说说 哥俩关系特别好 对对对 真的啊 好多人不清楚啊 我们哥俩是发小 我是不是太贪责了 我是不是 咱俩这模样是发小啊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吗 这倒是 您都忘了吗 咱都住在一块 对 对不对 住街坊 没错 小时候总一块玩 那会儿老北京有句土话吗 怎么说 哥俩咱们怎么好 光着屁股跑到大的交情 就我们俩 我们哥俩小时候不懂事 就光屁股满街跑 是 那年呢我六岁 他二十一 我后来因为这个 判了三年吗 我追不上 我是流氓 天真啊 这太天真了 活泼 不能哪样 不这样 穿上裤子 对对对对 后来就穿上了 反正小时候总一块玩 对 我拿您当我的亲人 您就是我的亲哥哥一样 您太客气了 真的真的 这就是我的亲人 我哥向上说的很好 但是到现在 知道人不多 算是被埋没的人才 也就您理解我 为什么呀 咱俩你说都说向上 你说的年头还比我长 是 对不对 你怎么为什么到现在 大街上没有人认识你呢 我差一好爹嘛 你看第四集让我爸坐这儿 你看什么叫我 不是 你哥你怎么不明白呢 什么意思 你认识我如同拥有一个好爹 您出去溜溜去 像话 什么意思 你不能占便宜 没占便宜 咱们好好合作 希望您好 您这个心意我领了 我告诉您啊 怎么着 不要太看重于事业 也别去 我这么告诉你 成功的男人 怎么着 就是事业成功 这就成功了 不是吗 你家庭要不和睦 算不上成功 这话对 对不对 人家家庭 好 好吗 我佩服您家 怎么着 多好 到现在结婚了吧 结婚了 两口子过日子 是 嫂子比你小 比我小 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有一小子 多好啊 小孩 今天多多岁 今年三岁 三岁 三岁小孩 个儿长得也不是特别高 大概也就是这样吧 我是虐待我孩子了 是怎么着 什么呀 小可爱 三岁能这么矮吗 多高 三岁怎么着 过了膝盖了 过了膝盖了 小可爱 长得跟这颜色祥 是一模不一样 对了 明白吗 这个小可爱 那是我孩子嘛 那谁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小颜色祥 哎呀 这个孩子别提多可爱了 别看现在个儿 怎么着 以后准能长高高 真的啊 真的啊 长高高 因为什么 他爸爸个儿的高 没错 你多高身点 我是一米七八 一米七八 嫂子是一米七 这在女性当中不矮了 高 对吗 嫂子一米七 大概也就是到我胸口这一块 你亏心不亏心 你才一米七 我媳妇一米七到你胸口啊 谁说我一米七 你不叫一米七吗 我一米九三 你多高 我一米九三 一米九三 你有那一米九三的基因吗 你靠我去 请你头爹这个梗肯定会响 那你甭管 你甭管 什么怪 那能赖我吗 能赖谁啊 我也不知道赖谁 我告诉你 好好的过日子 多嘞 多人羡慕你 我最羡慕 当然了 因为大伙不清楚我个人情况 您说说 我郭麒麟今年二十了 没有女朋友 你把这话再说一下 你来 我没有女朋友 你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 我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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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这个条件 你能没女朋友吗 你根本就不明白 好多观众对我有误解 一说郭麒麟 还知道 那谁郭德纲的儿子吗 14岁不上学了 说了相了 这都知道 还完了 这对 都这么说吧 谁知道我上学时 学习成绩多好啊 小学连续六年 我都是三号学生 这一不上学坏了 没有机会再遇见姑娘了 您知道我们昨天说 后台看跟少林四似的 知道吧 什么事情 一个女都没有 这怎么办呢 还是得感谢万能的社交网络 是吗 前段时间我们老同学 拉了一个微信群 我一进群 一眼就看见了 我心中的那个她 您心中那个她是谁呀 这是我们学校校花 想当年在学校的时候 多少男生都给她写过情书 你说这姑娘 多炙手可热呀 上学时连正眼都不瞧一眼 现如今 我加了她的微信 我要好好的跟她聊一聊 那你要追求她呀 这姑娘条件特别的好 您给讲讲 家里是书香门第 特别有学问 爷爷奶奶 哈佛毕业的 老爷 耶鲁毕业的 爸爸是北大的 妈妈是清华的 他舅舅现在在中科院里当院士 这家是妻离子散的 你说什么 这家伙你说这么有才的一家人 给孩子起的那个名字 那是温婉动人 特别的好听 这姑娘叫 诸葛钢铁 这名字温婉嘛 这一听就是一个江南水乡的弱女子 哦 这是个萌妹子 这还萌妹子 哎呀哎呀 哎呀我一下我就爱上她了 哦 我赶紧加她微信 嗯 你也知道 咱们相声演员最擅长什么 骗人 那是你们那些演员 哦 我 您 我优秀的相声演员 哎呦 最擅长聊天 下上就是语言的艺术 对 我跟人姑娘聊吧 嗯 没有几天 嗯 姑娘看意思 真是喜欢上我了 是啊 嗯 有一天晚上 嗯 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我写什么呀 啊 说郭麒麟 上我家来吧 嗯 我家没人 我 哎呦 怎么办 怎么办 你镇定镇定知道吗 啊 行镇定镇定 我不行 行 你这么点行 我去 我去不去 去 你装什么呀 你去了不是一次了啊 是吧 去呀 去 去呀 赶紧吧 啊 洗白白擦香香 对 什么词 家里好好捣嚓捣嚓 啊 买了一束鲜花 哎呀 上姑娘家去了 哦 到家门口敲门吧 嗯 敲了一宿 门都没开 姑娘果然没有骗我 家里确实没人 这姑娘适合说相 这就是诚心的 这玩人啊 这就是诚心的 啊 我拦着他 我就得问问他 对呀 我堵江门口 我问他 啊 钢铁 铁铁 钢子 这怎么跟叫我爸似的 这个 哈哈 在那 铁铁 你怎么能这样呢 嗯 你不说你最喜欢的 就是相声演员吗 对呀 是啊 我是喜欢说相声的呀 嗯 我有喜欢的人了 谁呀 岳云鹏啊 我们吃播呀 这我们俩有可比性吗 对呀 你说说 岳云鹏跟我比 你说他哪点比我强 就是 啊是 我承认 岳云鹏是没有你年轻 没有你好看 没有你有才华 没有你有礼貌 没有你有能力 没有你不要脸 你这什么 这叫什么 这人铁铁说的 他说的 怪我咯 对不对 人铁铁说的 嗯 当时我就问了 我说那你说 他这么多的不如我 到底你喜欢他哪 对为什么呀 云鹏对我特别的好 哦 他总带我吃那好吃的 哎呀 带我吃西餐 哦 一顿饭花好几万呢 那么贵呀 你舍得吗 哎呀 我怎么知道 吃西餐 那西餐呢 他带你去 那餐厅那都是 我带他去的 哇 这回我带你去一个吧 嗯 到了那你都别瞎说话 就 你都没去过 你一点菜 你都容易露气 吓死他 就吧 套餐啊 加大 别加大了就 吓唬他 是买当劳 能给人唬住了吗 后来就因为这个姑娘 就不打算 跟我在一块 我和谁也不跟你啊 她觉得我特别抠门 您就是抠 你说抠门 这能赖我吗 那怨谁啊 我没钱啊 不是你们家的条件 还没钱啊 你不懂 我家里钱 那谁赚来的 谁花 啊 那我爸赚了钱 他不给我花呀 还有这事呢 那怎么办呀 你看我一看 我跟我身边朋友一比 那差距马上出来了 怎么呢 人家天天穿的什么衣服 硕制品 抄牌 什么呀 随便一下T恤 抄起来卖四五千 这么贵呀 我穿什么呀 您呢 德云华服 对吗 我这一身脱下来卖了 没人一鞋带之前 人家出门开什么车 您说 法拉利 好车 兰博基尼 你再看我 您呢 我那车是比他们贵 两千多万 地铁 你也没驾照 知道吗 这怎么跟人比 差多了 问题就在我爸身上 在他身上 哎 我那哥们 人家家里给花 我 我爸不给我钱 我师父也是 不给你花 怎么 我回家我就质问他 就问他去 回家我就问他 我说爸 啊 您怎么能这样呢 对呀 给我钱 我出去花 我也买法拉利去 我出来 我也能带好多儿媳妇回来 怎么就不行了 说完这话 给我爸气坏了 那是 什么孩子 啊 三观不正 想过好日子 不得靠自己的 双手来努力吗 对 再者说了 你以为有钱好啊 啊 你以为 爸爸像你想象的 那么快乐吗 你错了 爸爸的快乐 你想象不到 你知道吗 师父 您咋敢毁着儿子手里 我跟你说 干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什么呢你 啊 我也不知道 爸爸这快乐是什么 你知道 这怎么办啊 那您不能想那 哎 我通过这件事 嗯 明白了 什么呀 我爸是为了我好 对 让我自己努力 嗯 让我自强 是 我是一个演员 对 我怎么才能努力 您 我得提高我的曝光率 少穿一点 没听说过 曝光率吗 那叫脱光率 您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 我得多上镜 哦 多参加节目 哎 不能光在小圆子当中说像 哎呦 我得拍电影 好 我得演电视剧 嗯 我要上各式各样的综艺节目 嘿 好多综艺节目咱都上过 上什么了 你比如说 第二季 嗯 欢乐喜剧人 哦 那是咱的黑幕啊 那是 哎 对对对 哈哈 这现在第三季 欢乐喜剧人 嗯 这把黑幕进行到底 对对对对 一黑到底 哪可不 马上啊 嗯 第三季 画样姐姐 要请我 你先等我 是吧 你这画样姐姐 有什么关系 你不明白 啊 咱有人啊 谁啊 那 宋丹丹 啊 我妈 哎呦 王林 我妈 哦 林志凌 怎么着 关清凌 啊 你认那么多妈 有什么用啊 你不明白 怎么呢 爸爸的快乐 我想象到了 这年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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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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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有俩月 郭麒麟就21岁了 可不吗 按说就算是成人了呗 知道一个成功男人的标配是什么吗 能想象得到快乐 哈哈 哦 成功男人的标配是那个 金丽 M2017 啊 有道理 有道理 在这舞台上 你们俩人是怎么想的 我想来想去啊 嗯 就是要展现自己 好 让大伙看看到底郭麒麟 只是 郭德纲老师的儿子 还是他自己 嘻平一般 能力有限 这大伙俱贡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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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